谢谢你们 然后我想说 从进入这个行业以来 很多人都会因为我的性格 觉得我很乐观 活泼 甚至有一些疯疯癫癫的 就觉得我不能把事情做好 所以呢我每一次都是 很认真的拼尽全力 想去完成我自己的工作 以前是咬紧牙关 去挑战那些 就是特别困难的角色 但是现在我来到了这个舞台 得到了这么多青春制作人们的信任 同学们的信任和支持 能被大家喜欢 真的是一件很荣幸 也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大家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 我经常会讲一些风言风语 我的这些风言风语 不是躺在家里说出来就能达成的 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完成 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我想说 掉下一个名次 不是退步 只有停止脚步才是退步 我是不会气馁的 刘雨昕 等着姐姐 再一点 还有一次机会 嗯 谢谢大家 好可爱 怎么办 好入座吧 刘雨昕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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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 King